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为减缓都市热岛效应,台南的仁德区公所争取经费,以花草职栽打造绿屋顶,并规划生态池,节能又降温,还种了蔬果,犹如职员的开心农场,也成功招风影碟,达到景观美化的效果。 仁德区长郭宏仪表示,绿屋顶设在三楼调解室外的露台,各市值栽超过500株,包含薄荷、罗勒、甜菊,以及黄斑柠檬百里香等,还有季节花卉,栽种迄今约一个月,成功营造,仅值一人。 现场还规划了蔬果专区,栽植各种青菜之外,也有茄子、天椒等作物,完全采用自然农法,而打造的生态池放养了孔雀鱼,井里,已成功繁衍,并吸引蜜蜂,蝴蝶聚集,犹如空中花园。 郭宏仪说,绿屋顶的植栽有各客市任养,职员们悉心照顾,现场环境维护得很好,景观美化之外,调节两灶僵持不下时,还有助于缓和气氛。 郭宏仪指出,现代建筑的2C结构太多,绿屋顶的设置,降温又节能,强降雨时,植栽土壤也可帮忙吸收,不会浸流至下水道,有助于防灾,一举数得。 郭宏仪指出,绿屋顶的设置。